陈玉杰导演谈美国有枪是正常的。 惊讶孙安佐事件 陈玉杰导演,又,对于美国近年的变化,感到相当压抑。 作为青木崇高 图特约记者吴正张社,201803.31 导演陈玉杰和日本男星青木崇高, 今,3月31日,为国片盛情款待作宣传, 陈导谈及电影拍摄时, 好不容易才请到相当忙碌的青木崇高演出, 对他非常感激。 而青木崇高则投桃报李, 即使是为了老婆邮箱主演的舞台剧《变身怪一》, 正在台湾学演抵台,仍抽空受访。 由于陈玉杰导演从小在美国德州长大, 不免被问及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安佐事件, 导演其实相当惊讶, 因为他小时候住在德州达拉斯, 居民有枪是正常的, 没想到他2006年回到台湾, 这十多年间的美国居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即使是一句开枪玩笑话, 都有可能被逮捕。 不过陈玉杰也表示, 遇到这种事大家应该互相包容和理解, 这样冲突会减少许多。 青木崇高来台主要是陪老婆邮箱, 顺道被抓来宣传盛勤款贷。 图特约记者吴正章社, 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三一。 此外, 这是青木崇高第三次来台, 他透露每次最爱去夜市, 而且必适合宰尖, 还吃过爱玉、鸭血、臭豆腐, 而且每餐一定要搭18天台湾生啤酒。 他也很喜欢吃台湾的鲁肉饭, 但笑说台湾朋友听到鲁肉饭, 好像都没什么感觉。 青木也表示, 今天穿得很羞尖过来, 是因为本来是到台湾旅行, 结果临时被导演找来, 但觉得很荣幸, 只不过跟年舞台剧的老婆又相会合之后, 接下来只能陪老婆吃吃饭, 希望下次再来台湾好好玩一玩。 问及拍摄期间有没有多学几句中文, 青木透露最会讲的就是我爱你。 那对老婆幽香也说过吗? 幽香之前听不懂中文, 但这次来台湾他应该听得懂, 我爱你, 了, 我会跟他说。 不过青木也说, 自己每天本来就都会跟老婆说我爱奶, 流露难得一见的浪漫, 但更浪漫的是, 每年有相生日食, 擅长画画的青木就会帮他画一幅肖像, 现在已经画到第三幅了, 而且以后还会继续画下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